西藏自從8月開始封城至今已經兩個半月 據報導指昨晚拉薩士有部分藏族居民走上街頭抗議當局強制疫情封鎖 大批警察到場維穩 居民聚集在一起抗議期間與新村白色防護服的警察對峙 來自西藏的消息人士表示 西藏民眾抗議的主要原因是因為他們不被允許購買食物及生活必需品 消息人士透露由於大量人群聚集抗議 有可能與警察發生暴力衝突 並且可能導致槍擊等危險情況 而警方與民眾暫時上面發生重大衝突 但是如果當局不放鬆疫情防空 一些藏人威脅自焚 我都出來了 出來了 在我的社區 現在可能有一兩百人 我都出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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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今仍然沒有任何解封動作 10月23日 中共二十大結束後 官員向《西藏日報》表示將會放寬封鎖規定 但當地居民並不相信